昨天给大家一共收了20万斤龙虾 那两还不够啊 现在咱们到了哪里呢 到了这个湖北最大的龙虾养殖基地啊 今天再给大家去收20万斤 我不单单要去收龙虾 而且我今天我要下到这个龙虾的池塘里面啊 去看一下这个龙虾到底是什么样的 走 这种感觉让我扛上了五天的感觉 我要下去一下啊 我要亲自去体验一下这个龙虾的感觉 哈哈哈哈 看什么 全部都是龙虾 他会牵我的手 这个张龙虾一定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说浅江的龙虾会比较好 全国出零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地方 我对你先看一下啊 这 这地方它的水质 哇 这个水也是口感是鲜甜的一面了 所以说 哎 湖北的龙虾真的很出零 所以说我给你们带了 全部都是新疆的龙虾啊 特别走去 这种感觉 这种心情就像我们找到童年那种感觉 在那个河道里面去摸虾摸鱼 就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 小的时候在那个 呃野外啊 去那个抓龙虾 抓泥羞啊什么的 有没有 回答我一下 还有这一车 这一车里面也是我们刚刚还收到这一车